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 既然是皇帝的家 那自然是固若金汤了 但是我们看看历史突然又惊讶的发现 在清朝嘉庆18年 也就是公元1813年农历9月 皇帝的家突然变得不安全了 据说在混乱时刻 人群中射出的一支剑簇 到现在为止 还深深的嵌在故宫农宗门的牌匾上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惊轻动魄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回播到公元1813年 也就是清朝嘉庆18年 公元1813年 也就是清朝嘉庆18年 农历9月15日的清晨 北京城一如往常的平静 出生的昭阳 照得紫禁城明黄色的琉璃网 泛起金光 秋日的暖阳 把皇宫东大门东华门的守军们 晒得一个个昏昏沉沉 有的哈欠连天 有的索性打起了盹 下午两点多 东华门外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 泛夫走卒 这些人逐渐汇聚起来 最终约没有四五十人之多 按照规矩 下午三点 是往皇宫运送燃煤的时间 运煤的车夫赶着煤车 准时出现在东华门外 就在皇宫大门打开 煤车准备驶入的时候 车轮子不巧 碾在了一个神情有些紧张的小贩的脚上 那个小贩疼得大叫一声 和运煤的车夫争吵了起来 争吵中 运煤的车夫突然发现 有人胸口一金里 居然藏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 那车夫拨开人群 朝东华门跑去 边跑 边向守城的官军大喊 有刺客 有刺客 他们身上藏着刀 眼看暴露 头上腰间 各缠着一块白布的这四五十人 纷纷亮出兵刃 冲向皇宫东大门 见四五十人挥刀喊沙过来 东华门那些原本浑浑噩噩的守军 顿时清醒过来 他们赶紧关闭大门 那群冲向皇宫的刺客 只有跑在最前头的七八人 想在东华门关闭前 杀进了皇宫 清朝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起义军攻打皇宫事件 紫禁城之变就这样爆发了 居然有人从紫禁城的东华门西华门冲进去 想要刺杀皇帝 这事到底是真是假 今天我们青年探秘者 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为您解读其中的秘密 有请 我们给您请到的专家 来自故宫博物院 是宫廷史的专家 院红旗先生 欢迎院老师 院红旗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著有古代的宫廷饮食 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等著作 院老师 这个说这嘉庆年间十八年 发生了这起 这工程被攻破这样的 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情况 罕见 罕见 非常罕见 都说紫禁城固若金汤 怎么就到嘉庆这儿就不堪一击 这真是挺罕见的 实际上这也是阶级矛盾 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爆发了一次 就是农民起义似的吧 虽然乾隆说是康前盛世 但是到乾隆时期 这个经济已经往下走了 国内的矛盾 在乾隆晚年的时候 白莲教起义就非常的 各地是七词彼伏 这个乾隆临死的时候 还在敲手 对白莲教是耿耿于怀 再有天灾人火 天大汗 就说嘉庆十五年十六年 就是天大汗 饿死人的事情经常有 再有就是很多的这个 农民呢 手工业 小手工业者呀 其实破产的非常多 尤其是封建社会的这种 官吏 对劳动人民的这种盘剥 也就是他的这个励志的腐败 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反抗 这次就是说 能冲进紫禁城去 这样的事情呢 虽然是罕见 但是呢 也有他的必然性 据说当时这个反抗的一支队伍 冲到这个东华门 然后呢 就功亏一篑了 发生了什么 当时是 剧载呢 是这样说的 说当时分两支队伍 其实人并不多 分两支队伍 一直走东华门 一直走西华门 故宫四个门 南门呢 就是有大活动才能开门的 北门呢 也是 它不是随便出入的 只有东华门 西华门呢 它是可以进行生活上的这种需求 因为紫禁城里头也住着好几万人呢 所以每天的生活呀 需求啊 或者 这个 也 他也需要 外边呢 也有一定的这种交流 像运货的 送东西的 或者是买东西的 卖东西的 反正等等吧 他要走这两个门 所以这两个门呢 就很容易 就是混进来 所以在当时这种 发生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是 就是这么推算 这两个门呢 比较薄肉 可能能进来 当时在东华门 这只呢 出现了问题了 出现问题呢 是因为 藏在东华门的这些个 预备着要进攻紫禁城的 这些人呢 和当地一个送霉的 发生了口角 发生口角以后呢 他可能就看到 他身上带着刀了 所以他就 一大声一嚷 东华门的门卫就停电了 停电以后呢 就很快就 你想想他们那人 不是很多呀 这只禁卫军很多呀 世卫很多呀 在东华门守门 这门上门下 就城楼上头 都有人了 所以一下子 这个 就把东华门的这一支 很快就给支付了 到底是谁 吃了雄心 豹子胆 居然敢攻打 清朝的皇宫呢 据说啊 这支农民起义军的 头领叫林青 住在北京南城外的宋家庄 也就是如今 地铁宋家庄站一带 相传呢 这个林青啊 身材魁梧 面色有黑 一把落腮胡子 虽然长得恐武 但是心思缜密 据说为了攻打紫禁城 他准备了三年的时间 作为大清帝国的中书 皇宫子进城的大门 居然在嘉庆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1813年的 农历九月十五 本一支农民起义军攻破 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而策划这次事件的领头人 叫做林青 林青生于1770年 少年时 曾在北京九无塘药铺当学徒 出师后 去三里和药坊当过伙计 之后还干过 庚夫欠夫之类的工作 开过茶馆等小买卖 因为生活困苦 后来林青加入了 民间组织龙华会 这成了他 时来运转的契机 林青迅速成了头领 手头宽裕起来的他 得了钱财 就分给贫苦百姓 一时间京城周边 乡村养食者万语家 自信心爆棚的林青 因此产生了一个惊天的念头 他打算推翻清廷 自己当皇上 于是从1811年开始 制定进攻子进城的计划 林青一边在河北固安 秘密打制刀枪武器 一边又选拔精壮青年两百多人 每天武弄枪棒 进行操练 组成了一支起义军 与此同时 他还秘密联络皇宫中 地位低微的太监 安排他们成为起义军进攻子进城的向导和内应 时间进入到了1813年 也就是嘉庆18年初 林青开始在京城附近地区广泛的传播 诸如若要白面剑 除非林青做了殿之类的谣言 为起义进行舆论准备 到了当年8月 他组成了一支百鱼人的精干队伍 每人头上腰间各缠一块白布 作为识别标志 最终林青决定 在农历9月15 进攻子进城 林青还决定 起义军分为东西两路 分头在太监刘德财 刘金 杨进中 高广福的带领下 由东华门西华门 分头攻入子进城 指导清朝皇帝的老巢 好 那么领导这次农民起义军的林青 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们请袁老师帮我们来解密 其实林青就一个劳动人民 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 他呢就是想法也很简单 组织起来 让人们就改善底层劳动人民的这种生活 把皇帝赶跑了 自己要是能够机会 就是他想的就是我要做皇帝 所以他直接的矛头就对准了子进城 所以林青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据说他从之前的两年 也就是1813年往前退两年 1811年 嘉庆16年就开始做这准备 是这样吗 是这样 他第一要有人员的这种 拉队伍嘛 要有人员 有了人员呢 要进行培训 还要呢进行武器的制作 他在河北 固安呢 就是让人去定打这个武器 再有一个呢 他就做舆论准备 他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宣传的 重视舆论 其实他做的是有组织有计划 最后就乐视到行动上 他的口号是 你看若要白面见 除非林青做了店 这不就是吗 林青做店不就当皇帝了吗 白面见是什么意思 白面见 人们就有吃的了 因为当时肯定粮食很贵呀 若要白面见 林青做了店 这是他宣传的口号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天理教要改天换地了 天理教 肯定是一直受押 参加的都是一些个劳动人民 改天换地是什么呀 要翻身 要当家做主 要政权 另外呢 他在做宣传的过程中呢 他还有很多的这个 像统一的服装 还那个身上也要有那个 美人头上腰间要缠一块白布 白布上写着呢 童心和我 容不分离 或者是四季平安 这个作为标识 就说他很有组织性 而且呢 也把这些个 不是一个务合之众的 很有条理 等于就是带一支队伍 这一次起义 攻打清朝皇宫 不仅密谋时间长 至少三年之久 而且选择的时机呀 据说也有讲究 那么 这支起义军 不早不晚 为何一定要选在 公元1813年 也就是嘉庆18年 农历9月15 攻打紫禁城呢 这当中 又隐含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根据文献记载 林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选择在嘉庆18年 也就是公元1813年的 农历9月15这个时间 晋公子禁城 颇有深意 按照当时的立法规定 嘉庆18年 本来应该有润8月 当时的人迷信 认为润8月有灾 所以当时民谣有所谓 8月中秋 中秋8月 黄花落的说法 也就是说 迷信的老百姓 总觉得润8月的15日 也就是一年中的 第二个中秋节 要出大事 因此 在一开始筹划 晋公子禁城时 林青就详细地翻阅了 嘉庆即位时 就搬行天下的 预定万年书中 推算的日期 决定在嘉庆18年的 润8月15日举世 1811年 也就是嘉庆16年的8月 有惠星 建于紫薇园 这在兴瞻学上 主兵相 紫薇园 代表皇帝 惠星 入紫薇园 就是所谓 天下一主的征兆 林青高兴极了 觉得这是自己 上映天象的名正 抓紧了起义的准备 谁知 转过年来的 嘉庆17年 10月初一日 清廷 颁下第二年的 实现书 也就是年历 起义军发现 嘉庆18年 竟然没有了润8月 但林青认为 这是清廷 为了破掉 润8月的谣言 专门采取的措施 所以决定继续准备 进攻紫禁城的计划 因此 林青等人选择的 起义时间 虽然是农历 9月15日 但却是老黄历上的 润8月15日 换句话说 起义军打皇宫的时间 是特别有讲究的 他们故意选择 当年的第二个中秋节 来应验 润8月的迷信说法 好 看完视频 这个疑问又来了 你看当时农民起军的领导者 林青 他选择时间很有特点 是吧 他选择在农历9月15 其实是当年的润8月 而且这个年份是在1813年 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 去进攻当时的紫禁城 他就用润月 就有天灾 就要有天灾人祸 他这就是民间都说 八月中秋 中秋八月 环环乐地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环环乐地是什么呀 就是说 那个彗星 不是民间很忌讳 扫书星 扫书星 这个 有彗星建于紫禾园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 紫禾是代表着皇帝的 所以皇帝就有倒霉的事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机 好像又借天相书事 对 就是说冲击紫禁城 这不是谁要去的 这是天给的天意 天意 尤其是这个 当时蜻蜓颁发的这个实现书 这个不是说人人都能看到的 颁发实现书也是 这皇家的一个特权 所以清朝他颁的这个实现书 也不是随便乱颁的 不是乱颁的 他专门的这个机构很严谨的 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像国家一样 就皇宫专门有个青天剑 像我们国家这个 这个 气象局 监测局 就这种 由他们来推算出来的 来印刷 印刷以后呢 在皇宫里颁发 就是颁发给地方 大臣呢 那都是 就去迎接去 颁皇历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日历 当时颁发实现书 但每年也是 非常隆重的一件大事 所以说 这个是巧合也好 还是故意 选在了这一天 他们都有一种 这个 好像天柱 人作一样 既然密谋三年 而且选择的具体时机 处心几率 那么可想而知 林青的攻打皇宫计划 绝不仅仅是从东华门 攻入紫禁城 这么简单 您可能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攻打紫禁城的 起军总人数 虽然不过百十人 但是居然兵分两路 除了攻打皇宫东门呢 还有另一路起军呢 从皇宫的西门 也就是紫禁城的西华门 发起进攻 东路进攻不上 西路的进攻 进展如何呢 公元1813年 也就是嘉庆18年 9月15日中午 紫禁城的东西两座大门 同时遭到了一场突然袭击 在东华门 太监刘德才 投钱带路 引导陈爽 祝县等起义军 不过 由于过早暴露 东边的进攻 以失败而告终 而在西华门这边 起义军进展比较顺利 数十名起义军 全部成功地 杀进皇宫西大门 按照计划 他们将穿过 皇宫南半边的外巢 直扑北侧的内宫 把留守在皇宫内的 皇室成员一锅端 不过 出人意料的事情 突然发生了 且说在西华门这边 负责当内应的 是太监杨静忠 和高广服务 但是 他们居然没有按照计划 领着起义军 冲向措手不及的内宫 而是领着这几十号人 扑向了内务府的上衣间 内务府的上衣间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个服装厂 负责给皇家做衣服 因此 皇宫里的太监 有些缝缝补补的活 也会找上衣间 根据孝庭杂录的记载 给起义军带路的太监 阳静忠 长起其补坠而不与职 私医者拒之 阳以世系 遂引贼入 全形屠害 存者无几 意思也就是说 当初 阳静忠曾向上衣间 索要衣料 遭到拒绝 于是借机报私仇 引导起义军 冲进皇家服装厂 一番砍杀之后 只有几个干杂活的老妇人 躲进草丛中 姓米于奈 从上衣间出来后 起义军才被一路引导到外朝 通往内宫的关键地方 龙宗门 只要通过这座大门 就可以杀进内井 不过 由于前面在上衣间 耽误了太多的时间 当起义军赶到龙宗门的时候 守卫早就关闭了通往内宫的这座大门 好 看完短片 我们来为您解密 当时1813年 农民起义军攻进紫禁城之后 他的首领是什么样的表现 他在这个队伍当中吗 林青当时不在 他不在队伍当中 那么他在哪 他在后方 在大型皇村坐镇指挥 坐镇指挥的 好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 这个紫禁城里的最高的领导 当时是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面对这种情况 他是怎么处理的 他在这功利吗 当时嘉庆皇帝是在木兰围场 所以他也不在 他也不在 木兰秋贤了 所以这林青 他也不在奇异者的队伍当中 然后另外一方 防守方 嘉庆皇帝 他也不在这个功利 所以等于是 下面这些人互相对垒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当时他这个农民起军 他起义的路线是什么样的 他分了两路 一路是从西华门进 一路是从东华门进 从东华门进去 这个就是提前暴露了 但是他也冲进来了 他冲进到了协河门 协河门在这儿 你看看 从东华门到协河门 这协河门进去就是泰河门了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一步 所以在协河门这儿呢 就有一个拉锯站 但是呢 宫里边所有的这个 出事情了 这些个侍卫们 各个门都有侍卫 把他们就完全都给逮住了 逮住以后 他们的下场 那是很惨的 咱再说西华门 西华门呢 确实是冲进来了 西华门一直冲到了 就是上一间 我就说到上一间呢 把上一间这些个工匠呢 上一间是为皇帝洗涮 替换制作 它其实是挺大的一个机构 像皇帝的衣服呢 三只造来织 但是具体的做呢 有在江南做的 但也有在上一间做的 更大一部分呢 是为皇帝呢 准备每天穿的衣服 他要提前三天五天呢 在这会儿要周转 要给他准备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了 他这里边的太监呢 可能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一些个哥的 所以呢 就把这些个人引进来了 把这个天理教的 西华门这一支引进来了 所以把上一间的人呢 都给杀了 《萧廷杂录》呢 记载着 就是这个 到上一间和文言馆呢 就是进行的 可能 可以说就是血战嘛 《萧廷杂录》这本书呢 还是非常可信的 因为它是那个 昭连 他写的 他是当时乾隆时期的 一个皇族 他写这个呢 还是比较可信的 所以这个举动是挺大的 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逃出去 又说兵贵神速 由于带路的太监 未报私仇 先领着从西门 攻进紫禁城的起军 去上一间打打杀杀 耽误了时间 那么此时此刻 在紫禁城里的 清廷王公大臣 清兵侍卫们 又开始做怎样的防御呢 紫禁城之变爆发时 嘉庆皇帝本人 正在承德避暑山庄 京城皇宫里留守的 是他的嫡长子 艾辛觉罗绵宁 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 遭遇前所未有的局面 三十二岁的道光 倒还真是见过大世面 沉得住气 他吩咐手下 做好三件事 第一 立即调集援军 第二 紫禁城各宫门戒严 第三 准备车辆 准备疏散后飞 与此同时 杀到龙宗门前的起义军 发现大门紧闭叫不开了 他们知道 龙宗门 是进入内宫的关键 一旦打开 内宫就可以自由出入了 所以 一定要打开这道门 于是 找来几根大木头 一番撞击之后 大门纹丝未动 反噬到把起义军累得够强 剑撞不开门 于是 决定翻墙 入内开门 道光听到撞门之声 已经提高了警惕 他站在养心殿的台阶上 紧张地观察着 抬头一看 只见养心殿对面预膳房的房顶 已经爬上了几名起义军 道光赶紧举起枪 一枪 将一名手指白旗 好像在指挥的头领打落 然后迅速地装填火药 慌乱中 找不到铅弹 就一把扯下胸前的金扣子 装进枪膛 再开一枪 又击毙一人 其他起义军 见受到阻击 纷纷败下阵来 不久 增援的官兵赶到 来的是北京城内最精锐的部队 火器营的官兵 史书记载 凡千余人 鱼贯横枪 向龙宗门杀来 快到龙宗门的时候 清军开枪了 顿时 枪声响彻紫禁城 一场紫禁城之变 就这样被镇压下来 9月16、17日两天 清军在皇宫里 大肆搜索 擒获三十多人 17日早上 由于叛徒告密 坐镇大兴皇村的 起义军首领 林青被捕 嘉庆帝 对自己儿子两枪 稳住阵脚 感到很满意 事后 禁封为至亲王 而据说 道光后来能够继承皇位 也和在平溪 紫禁城之变的表现 有着重要的关系 所以当时 嘉庆皇帝对他儿子 感觉到挺骄傲的 毕竟他的儿子 自己不在 他儿子把这个场面 控制住了 但是毕竟当时 寡不敌众 是吧 你看他的起军 因为已经准备了两年 人还是比较多的 最终 这次农民起义 是怎么被镇压下去 当时 咱们刚才说 西化门进来的这一路 他确实是 把上一间的人都杀了 射箭的箭簇 也射到了 龙尊门的门额上 龙尊门的门额 是在龙尊门里边的 冲外的 所以虽然是这样 没有到了 就差一步之遥 到了前进宫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 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这个 道光皇帝 他本来是随着 嘉庆去 木兰秋贤去 他定好的时间回来呢 他提前回来了 所以正好赶上这件事情 他站在养心殿 听到外边这个 嘈杂的声音呢 后来又了解了呢 是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人闯进紫禁城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真是说 孤若金汤的紫禁城 怎么那么 一切子就有外人闯入 而且是又杀又砍的 所以这样 他情急之中 把自己的衣扣 衣服的扣子 当子弹 连着人家 打两枪射出去了 但是这两枪呢 确实起到了一个 这个 主心骨的作用 所以 当时的侍卫们呢 就是觉得有依靠了 有人做主了 不是一盘散沙 所以集中 他当时做了三个决定 一个决定呢 是把人 所有的人集中起来 一块就是这个 对抗这种 就是对农民起义军 集中的 来 来 那个搜捕 第二个呢 就是集中车辆 把这个后妃们 太妃们 去赶紧转移 因为 西花门 进来 就是老太妃 住的那块地方 就是俗称的寡妇院 慈灵宫啊 守看宫 守安宫啊 这都是 老太妃们 住的地方 所以呢 要把他们 转移出去 最重要的呢 他是 把火器营 调来了 因为调火器营 也是 不是一般人 能调的 他是作为皇子 他提皇帝 他把在紧急的情况下 他做了这几个决定 当时把紫禁城 表面上看着 是平息了这件事情 暂时平息了 这15号 16号呢 加上火器营 和当时的 这些侍卫 各个门的侍卫 集中起来 可能有一千多人 又把整个紫禁城呢 又搜查了一遍 这次搜查呢 又搜查出了 30多个天理教的 这些个骑义军 当时呢 也就对他们 进行了控制 马上就进行审讯 审讯呢 就是把这个 林青在哪儿 说出来了 当时就去大兴皇村 把林青 带起来了 这样呢 到了17号呢 嘉庆皇帝 回来了 所以看到了 这么大一件事情 这个年龄呢 都给平息了 所以对他这个儿子呢 确实是非常的 看重啊 当时呢 就是给敏宁呢 赐了一个至秦王的 这么一个封号 紫禁城之变后 只要一想起1813年 秋天这事啊 嘉庆皇帝感到特别的窝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差点就当了 大清的末代皇帝了 而且说 直里包不住火啊 起义军攻打皇宫密谋三年 选择进攻的具体时间 早就定下来了 据说 这些重要的情报 从铁帽子王 到九门提督 从金官 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之府 各级官员早就知道了 可是啊 居然都像没事人一样 直到酿成这场 惊心动魄的紫禁城之变 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813年 清朝皇宫被农民起义军攻破 这在历史上 被称为紫禁城之变 但根据文献档案的披露 人们发现 居然在事变发生前 从铁帽子王 到九门提督 从金官 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台湾之府 各级官员 其实早就知道会出事 但是一个个 却都装成没事人一样 秉承所谓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哲学 比如在1812年夏天 台湾之府汪南 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情报 显示在第二年中秋节 会有人要攻打紫禁城 但是身为台湾之府的汪南 第一反应 居然是认为 犯人为了保命 什么胡话都会说 然后下令处死告密者 免得惹事生非 而到1813年初下 当时担任御亲王府管家的住县请假 偷偷去安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 而住县的堂弟 祝福庆 趁机觐见御亲王御丰 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 还说林青在宣武门租房子 正在打造刀枪 准备进攻紫禁城 御亲王御丰 他想到 自己曾经在林青家住过一晚 怕说不清楚 脱不了干系 于是对举报的祝福庆说 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 你想害死整个住室家族吗 此事到此为止 千万别再提了 紫禁城之变爆发前两个月 九门提督吉伦将军 连续接到情报 说有人要攻打紫禁城 这位吉伦将军的反应竟是 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 是九个城门 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 我操这个闲心干什么 紫禁城之变爆发后 御丰的御亲王爵位被罢免 九门提督吉伦 台湾知府汪南等官员 都被彻职下狱问罪 而嘉庆皇帝 自己则忍不住的感慨 如此谋逆 以三年之久 朕竟不能知 国家设立王公文武大臣 以及侍卫张经不下千远 八旗不迎降变兵士 积极十余万人 竟无一人出手 乌乎痛哉 好 看完短片 也许您会觉得 特别不解 你看农民起军之前 这个情报 其实已经从多个渠道 已经搜集到了 但是毫无例外 这些人都是侍卫促餐 并没有把这样重要的情报 向当时的清廷去汇报 你看这里边 有远至台湾的知府汪南 是吧 然后禁至九门提督吉伦 还有裕亲王裕丰 这三个人都获得了 农民起军即将进攻 而且要攻打紫禁城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但是三个人毫无例外 全部都把他给压下去了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第一反映了清代 励志的腐败 因为这些个人 他们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 已经听熟了这样的事情 像天理教已经有三年的准备了 口号也有 行动组织也有 标识也有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一个就是疲惫了 麻痹了 再一个就觉得大清是稳固的 小看了这支齐一军的他的能量 虽然他们都知道 但是没有一个人向皇帝来汇报的 他们自身就是非常的懒惰 就是不愿意去管更多的事情 不是自己的事情就不管 像九门提督 我只管我自己的 管自己这一块就行了 紫禁城的事不管 实际上这是国家大事 再有像玉亲王 他自己的 就是已经涉及到自己家里头了 把情报都送到自己眼前去了 但是他还不相信 他还是不去管这些人 这就是懒惰 懒政 这是腐败到了极点了 出现的这种情况 他就不愿意相信 他就即便是真的 那也不是我的事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就出现这种情况 嘉庆皇帝第一个有责任 再有就是 立志腐败不是一天半天的 到了这个时候 也就反映出来了 清代走下坡路 像刚才说的这些个 他们都是皇族 他们自己也是 非常的厌战 像刚才说的嘉庆去木兰秋贤 很多人都不跟着他去 就不同意皇帝去 因为什么 木兰秋贤实际是 就是一次练兵 就是因为 清代是马上的功夫 没有大的战争了 所以从康熙到乾隆 每年都要去木兰秋贤 到了嘉庆这份 嘉庆就去过 极少数的几次 因为一提出来 去木兰秋贤 好多大臣们就恳请他 就不要去 所以也就养成了 大臣们的这种惰性 这就反映出来 清代 立志的腐败 确实都腐败到了 几点了 紫禁城是清朝的政治中心 是皇权的象征 自从清朝入主中原开始 近二百年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攻击 怎样向天下人交代呢 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呢 一想到这些 嘉庆皇帝忍不住失声痛哭 在嘉庆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1813年 农历九月十七号 事发之后两天 嘉庆皇帝便向天下 发布了他的一份检讨书 题目叫《欲变罪己诏》 自晋城之变爆发时 嘉庆皇帝正在热合 也就是今天的成德避暑山庄 他得知消息后 惊恐万状 马上中断了所谓的秋险行为 急命回轮 也就是停止了秋季的打猎活动 马上启程回北京 甚至在旅途中就写下了一份 欲变罪己诏 对林青为首的起义军破口大骂 说他们最大恶极 嘉庆一路上紧赶慢赶 走了四天 在九月十九日回到紫禁城 与此同时 又火烧北京城郊的皇村 派兵捉拿了林青 对于农民起义军 嘉庆下令 必应详审周密 勿留一念 意思是 必须详细周密的审讯 不能留下任何的后患 甚至 在九月二十三日 嘉庆还亲自来到中南海 当堂审讯 处死了林青 和做内应的太监 刘德才 刘金等人 最终 总共有三百多人 被分别处以死刑 流放 或者发遣到边疆 当奴隶 一场紫禁城之变 总算是平息下来 嘉庆皇帝 事后 亲笔撰写了一篇 叫做 《亲定平定交匪记略》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嘉庆皇帝亲口承认 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是贫困 虽然林青领导的 攻打紫禁城战斗失败了 但是却成为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惊人之举 因为 紫禁城在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眼里 从来都是固若金汤的 这次 居然被七十多名 手持大刀的起义军攻破 充分暴露了 清朝统治阶层 当时的腐朽没落 也难怪 嘉庆在御旨和诗词中 会反复哀叹 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 今乃至有此事 从来未有事 竟出大清朝 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好 这件事情呢 发生在1813年 也就是这个 嘉庆年间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当时是震动朝野 但是嘉庆皇帝的这个反应呢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嘉庆帝呢 这个首先是下了一道 罪己诏 这个罪己诏 是什么意思 它是皇帝发布用来做什么的呢 诏勿呢 就是诏书的诏 就是皇帝发布命令了 发布一种文书 但是呢 罪己呢 这两个字 搁到招前的呢 这就是说 他自己检讨了 其实呢 这是历代皇帝都有过的 都有过的 因为什么 他就觉得 紫禁城是皇权的象征 这个政权呢 传到他这一代呢 就是他差一点 成了末代的皇帝 因为他要是在紫禁城里边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再有呢 就他看到了 官吏懒惰 就是不思进取 再有就是 这个都怕自己被事情缠身 都是等等吧 这些个都是国家 在立志的这个问题上 没有做好了 他的那个治理工作 比起来他的祖辈 比起来他父亲 他的爷爷 和他的那个 康熙皇那太爷 他都不如 比较软弱 嘉庆18年这件事情 确实呢 反映了封建社会 走向没落的一个现象 因为农民起义呢 在历史上一直有 农民受压迫 跟封建社会的这种制度呢 是一对很尖锐的矛盾 所以在到了封建社会 末期出现这种现象呢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的 也并不奇怪 再有呢 就是说清代本身 他到了嘉庆这个时期呢 已经走向了没落了 因为再过1813年 到1840年就鸦片战争了 实际这个时间 这个清代本身 整个社会走向没落了 整个统治走向没落了 再有呢 就是嘉庆本人的懦弱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一直是做儿皇帝 在他父亲 在他父亲乾隆的卵意之下 所以这个做上了皇帝了 但是他对自己 对别人 但是他都没有更大的建树 尤其在政治上 没有更大的建树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也是早晚的事 并不新鲜 从我们今天来看 所以您的意思是 这也标志了这个 清朝的一个陌路 陌路的信号 陌路的信号 好 谢谢 谢谢您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的青年探秘者 青年探秘者 永远对位置保持好奇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位时间 我们带着您接着他面